第一個呢我們麻煩各位你把這個鋒鳴器 剛剛你已經都看到了嘛對不對 這一顆那麻煩你把它先接起來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的這個線 這個應該還不需要透過那個啦 不需要透過那個麵包板 我們就直接先用公母的 你把它接起來就可以了 對小心一點喔 要公母的 公母的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這個上面 我們的那個上面它有一個證有沒有 這上面有個證這個在訊號這邊 有看到嗎 現在呢我這邊接好了齁給你們看一下 我現在是接在跟我們簡報一樣齁一個接地一個接在05這邊 那現在呢如果你硬體接好了 就麻煩你準備進入到我們的這個 webduner的什麼 積木的程式裡面 那你可以到這邊 來看一下囉 然後叫BLOCKLY 所以如果你還沒進到這邊的 先到這邊來 記得你那一張紙 你的設備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在上面 你的那張紙 你的密碼 你看那一張紙 齁 那個設備ID 請你先從右上角這邊的閃電 先確認一下 等一下能不能跟他溝通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進到這邊確認一下 你的裝置有連上線的 一樣我們從左手邊 那你從這邊呢 你可以用ALL或者SMART都可以 但是這裡呢 待會我們看一下光明那邊有點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先找開發板 對不對 先告訴他我們有一個板子 但是不是 馬克一號是SMART 好 SMART 那什麼名字 我們把它複製進來 你可以點兩下 Ctrl加C 點到這邊Ctrl加V 這樣比較快 好 那 因為呢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封鳴器 請問封鳴器會不會回傳什麼訊號的 不會 對不對 他只會B或不B嘛 對 所以他是屬於什麼 圓件模組 有沒有找到 裡面就有一個封鳴器 就在這裡 好就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點到封鳴器 第一個 因為我現在告訴他 我也開發板 而且我有一個裝置 叫做什麼 這個 封鳴器 那腳位我們設在哪一個 每個人的 也許你跟我不一樣 我是設在第五 好 設在第五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腳位是在哪邊 好 腳位是在哪邊 那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封鳴器裡面 有沒有 這裡有個用 8 用這個名稱 我們上面呢 設定了他的變數 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做8的 所以用他來播放 那播放什麼內容呢 你這裡 如果你要單一個 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自己用打的 在這裡 或者呢 你就直接偷懶 有沒有 剛剛有人有超級瑪麗的 點進來 還有真讚美 你就可以先play看看 有聽到嗎 好小聲對不對 這個 每個封鳴器的大小聲 會有一些不一樣 嘿 所以有的 也許會比較大聲 有的會比較小聲一點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嘿 那 所以呢 你先確認一下 你自己的 到底有沒有接正確 等一下 我們再來做 做別的 做別的那個 應用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對不對 你可以單一個音 也可以怎麼樣 有不一樣的 這個 直接打這裡 都OK 好不好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 互動進來 所以我們先讓各位 先把硬體 跟積木 確定都找到了 可以用的 我們再看後面的